后港的朋友你们好 我很高兴来到后港 在补选投票日之前 和大家说几句话 大家今天 趁着相当日的天气来这边为了什么 那么我来这边为了什么 我们就是要 坦诚的 真心的 跟后港的选民讲几句话 我相信你们也期待 听我们各位部长 跟我们的候选人 跟你们讲几句话 以方便你们在26日 做个明智的决定 我担任国务委员 26年在相继退休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挑战 就是如何选一个好的接班人 为我们人民服务 为我的选区服务 那么好的接班人 如果你问我 今天的年轻人都有很丰富的知识 最难的是 他有没有日程 有没有牺牲的精神 有没有愿意为国为民服务 我们行动党选的一员 我们都是问这两句话 你愿意不愿意为人民服务 你有没有这个日程 我最近十多个月观看 你们的候选人 行动党的候选人 朱贝 庆 同志 为什么我叫他同志呢 因为我也是来自 NTUC 资工会 资工会 的候选人 有几个特色 打不死的 也打不跑的 他死到我回想起 1984年 我跟民主党聘的时候 在伊朗东 就是说 他很了解当地的人民要的是什么 你看 就是选举失败后 讲很容易 很多人会气垒的 很多人会放弃的 但是 他没有想到自己 他觉得 他不能够辜负后港的选民 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 去年 后港的朋友 满怀希望 受走了刘成强先生 因为他要 更 寻求更 广大的 政治领域 那么你们欢迎了 姚庆龙先生 但是呢 我用习字母的话呢 姚先生 萧萧的 他走了 不带走一片云彩 但是谁留在后面 默默的耕耘 我在观察报纸 就是我们的候选人 朱贝庆同志 更难的是 坦白说 落选以后 你没有资金 怎么样为人民做事 我非常敬佩他 他通过他的朋友 组织年轻人等等 还去筹款 所以他真的有心 他不能够等到 你们送他进国会 他已经策划 为你们做事 所以在资工会里面 我也听到我的同事 因为我去探听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为低收入的工友 来申诉 所以现在我们很高兴 我们这个NWC 最近也宣布 希望我们低收入的工友 能够得到更高的加薪 他也激励的推行 工友的培训 那么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我听说 他跟年轻人可以沟通 那么更重要的 他也关怀妇女跟家庭 他跟他的太太 非常的恩爱 也非常的尊重 他的父母跟业父业母 这些也是我们年长的妇女 阿公阿嬷要看到的 所以这个候选人 也能够跟我们的长辈 尊敬他们 那么他已经在策划 如何筹款 如何卸助当地人 提供更多的托儿照顾 提供更多的烈灵照顾 所以刚才基层领袖也有说 如果你选他呢 后港不会输给其他的选区 那么我们要选 怎样的一个国会议员 替我们做事呢 就是我一直强调今天 真心 诚心 有爱心 还有细心 我坦白说 如果居民来找你 哦写信啊 就写一封信就算了 但是他不是这样 他还进一步的了解 你们是不是 老人家在家里安全吗 我听说他还筹款 提升了一些设备 使到老人家更安全 只到那些儿女出去工作 做得更放心 所以细心的国会议员呢 不只是喊口号 不只是讲话 而是真的要每天365天 诚心诚日 风雨不改的 跟人民在一起 拼命的去做 所以呢 我说 后港的选民 我明白你们过去20年 有你们的感情 但是新加坡一直在进步 国家一直在进步 当然国家政策 等一下几位部长会讲 你看看每天的报纸 我最近刚刚从欧洲回来 是蛮悲观的 而且一些道路有狗粪有咬粪没人洗 为什么呢 已经没钱洗 对吗 我们的市政理事会 尤其我们行动党的议员 都把选区做得非常干净 非常舒适 非常方便 这个就是国会议员所需要做的责任 我很有信心 如果你选朱沛庆的话 他一定会做到比我们过去这些老一辈的更好 所以呢 我希望 另外一点 我要讲几句话 因为过去我是 这个社区关怀的 这个方面的人 有人说 我们的基层领袖 基层领袖做社区关怀基金 是对的 有什么错 我们社区关怀基金 我特别跟你说 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呢 可以敢说你们救济贫困的人民 你们分派福利就在人民的门口 哪一个国家可以说 只有新加坡可以说 是吗 任何人无家可归 任何人没有饭吃 任何人失业 任何孩子没有机会上学的话 只要到我们的公民自选委会 只要到我们的这个 居民委员会 只要到联络所里面 只要到我们的这个 国会员希望他们帮助 一定得到帮助 所以我们应该感到骄傲 我们应该导战骄傲 我相信朱培庆呢 如果选入国会 他这方面也会做得更好 就是后港的人民的福气 所以我习惯 后港人民呢 慎重的考虑 把你们过去的报复 丢掉过去的报复 向前看 与时并进 给我们的朱培庆 一个机会 跟你们工作 打造一个新的后港 打造一个更漂亮 更有爱心 更有关怀的后港 新的后港 谢谢你们